一花一世界,一夜一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普贤菩萨的十大院之中 包含着五具无上殊胜的秘咒 经常纵咏并奉行,功德极大呀 有些师兄可能有一种误会 认为秘咒就该是要师佛咒啊 大悲咒啊,准提咒啊等等 反正意思懂不懂没关系 只要不停的念就行了 其实并非如此 秘咒并非一定要神秘难懂才行 只要能够念到心口合一 一心不乱 都会有不可思议的效果 比如净土宗常念的 南无阿弥陀佛就是一句最殊胜的秘咒 虽然这六个字非常简单 但连不识子的阿婆和老大也都会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一一介绍十大院之中的五句 殊胜秘咒 一,称赞如来 众生皆有佛性 这是普贤菩萨十大院中的第二句 这里的如来并不单指如来佛 而是指的佛的真如本性 而这个本性我们每个人身上也都有 正如释迦佛当年在菩提树下静坐七日 观星悟道之后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妙哉 我观众生皆有佛性 只是因为妄想烦恼而不得见 这句话呢 等于佛陀开始众生 每个人其实和他一样都有佛性 而且平等无二 并无任何区别 只不过我们由于五始节以来的障碍太多 把这个佛性给遮住了 无法明心见性 因此才变成了凡夫 至于为何众生根气有这么大的差别 也是因为障碍遮挡的程度不同而已 遮的少的根气就立 多的就顿 全遮住的就是愚人了 而立根人学佛一蹴而就 这就是顿悟之门 顿根呢只能走贱物的路子 这慢慢去磨 比如净土宗 念佛法门就是这个道理 用几十万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的佛号 去擦拭心地上的污垢 至于愚人那就更可惜了 他们这一生呢与佛无缘 根本就不会信佛 甚至还会傍佛 只能等几千几万年 甚至更久的时间 把六道中罪业消尽了 才会改邪归正 而菩贤菩萨这个称赞如来的愿望 也就是让我们啊 要学会称赞自己心中的佛性 同时也要立下志愿 早日明心见性 从阴地上的佛变为果地上的佛 这个对净土宗的师兄尤其重要 那你们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 千万不要把阿弥陀佛 他老人家当作上帝 或者是主宰之类的来崇拜 而是要认为自己也是佛 大家在佛性上并无差别 去极乐世界就相当于是回家 而不是去做客 这是菩贤菩萨的第三愿 这里的供养不单指供养某位法师 而是指一切大众 没错 供养三宝的功德是很大的 但是菩贤菩萨却教导我们心量要放大 不要只觉得布施僧众和寺庙才叫供养 其实一切众生都是我们布施的对象 所以才用了个广字 否则格局就差得远了 而布施呢 作为大乘佛法的菩萨道德 般若六度之手 作用是非常大的 而且方法很多 并非有些师兄认为的只是舍钱 那只是财布施的一种而已 此外还有法布施和无为布施 比如我们认真工作 就是为客户布施 孝顺父母 体贴伴侣 照顾孩子 就是为家人布施 看见别人有难处 帮上一把 就是为大众布施 有人遇到迷惑 不管世俗中的也好 佛法中的也好 你帮他答难解疑 这就是法布施 别人感到畏惧和惶恐 你用各种办法让他安心 这就是无为布施 当然了 直接用钱布施 也是极好的方式 比如做慈善 比如捐助穷人和希望工程 比如供养善知识 这是最直接了当的供养 而所有的布施 看似是在舍弃 实际并非如此 六祖慧能曾经开示 内舍寒谦 外舍六尘 这才是布施的精髓 它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好 而且福报功德都很大 尤其是您以舍 对象 物这三样都不着象的 三轮体空的方式 最为殊胜 三 忏悔业障 修行的开始 这是普贤菩萨的第四愿 但我认为 这本应该是第一愿 因为忏悔 才是修行的真正开始 众生所谓的业债 其实主要分为三种 烦恼障 业障 和暴障 上面咱们说过了 由于我们众生 从五始节以来 积累了太多的妄想和偏执 导致造业无数 就像是一杯清水 混入了乱七八糟的 糖 盐 醋 等等添加物 变得浑浊无比 而修行其实就等于 把这杯水再恢复原状 而第一步 首先就应该要承认 这里面有很多添加的杂质 也就是忏悔 然后这个清理工作 才能往下做 但实际上 许多师兄 根本都不认为自己有问题 反而觉得这杯水很好 很有味道 一旦这样想了 那还怎么愿意去修行呢 就算有 也只是抱着一种 玩玩的心态而已 绝不会真的下功夫的 因此忏悔 对于修行来说极为重要 当然了 普贤菩萨把它放在第四院 可能是因为 它是对善财童子来说的 这位本来就已经是大修行者了 本心已经足够清静 就像是名牌大学的毕业生 自然不用再从好的 学习习惯等基础 交起来一样 但对于我们 卫世众生来说 这却是非学不可的一课 否则后面的步骤 根本就进行不下去 四 随喜功德化解嫉妒心 这是普贤菩萨的第五院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法门 或者说是密咒 那现在学佛圈里 非常流行一句话 叫做随喜赞叹 其实就是从普贤菩萨 这个大院中衍生出来的 那么什么是随喜功德呢 说白了很简单 就是别的师兄取得了 什么样的成绩和功德 比如分享了一篇 很好的佛法文章等等 您衷心的表示祝贺 但是千万不要小看 这一句密咒 只要心足够虔诚 就会取得不可思议的果报 比如有一位师兄 在寺庙里布施了一千块钱 您法子内心的为他高兴 一句随喜功德 就会取得和他几乎一样的功德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妒忌啊 是众生一个很大的业障 尤其是女师兄们 看到别人比自己年轻漂亮 身材好 或者老公多金 儿子聪明 女儿乖巧 这里面只要占一项 一般都会产生严重的妒忌心理 哪怕是好闺蜜 那也不例外 而这个时候 让您不中伤 不恶语 不酸溜溜 都非常不容易了 更何况还要真心的祝贺 恭喜对方呢 这个难度那是相当大 也就是业障 相当深 所以这句随喜功德 就是克制和化解这种 嫉妒杖的无上秘咒 最后一句秘咒 是普贤菩萨的第十愿 这也是大家经常提到的一个词 回向 几乎每一部经典最后都有回向祭 诸如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下祭三土苦等等 那么回向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所谓的回向 等于是一种功德或者福德的传播 就像是把一束玫瑰放在屋子里面 所有的人都能闻到花香一样 而普贤菩萨的这个回向范围 自然要大得多 它是功德回向到整个无尽虚空 然后再由其余街道的人多次传播 等于无穷无尽无量无穷 在佛法中也就是大放光明 所以回向等于说是利益众生 同时也让自己的心量变得无穷无尽大 以上就是菩贤菩萨留给我们的五具秘咒 分别是认清自己身上佛性的称赞如来 不失设万法的广修共己 承认罪业开始学佛的忏悔业障 和横顺众生 这些也很殊胜 但更多的是一种愿望 或是一种修行方式 我觉得并不适合做秘咒 当然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见解 若您觉得合适 也绝对没问题 所以希望各位师兄有空 能多多的诵念这五具秘咒 更重要的是奉行 这会对大家的心态转变有极大的帮助 而只有心态转变过来了 学佛和修行才能更加顺畅 而不是有口无心或者完成任务一样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 期待你的留言和转发哦 在这里你永远不会孤单